洪亮的歌声全神贯注的表情 再注意看一下台上为您献唱的可不是普通人物 荷兰银行总经理吴清迈 立新基金会副执行长苏西三 新舞台的馆长吴怀群等等 30多年前他们可都是东海大学圣乐团的团员 民国50年底到60年初 东海大学的圣乐团是亚洲第一流的合唱团 当时东海的学生都必须住校感情特别好 而当时担任指挥的美国音乐家米威廉女士 虽然退休了还特别飞过来要和这群老团员重温旧梦 在季银行高歌这是大火隐隐为傲的光荣记忆 团员相信那时候只要表明这个身份 就会引来嫉妒又羡慕的眼光 久而久之圣乐团也成为东海的招牌 张扬东海的声望也吸引一些在各地的中学生 也想要考大学考东海 所以很多人也是为了圣乐团来 来了以后就等了这个报名的时间 而以前招募新生 有校友考了三次没通过 是隐恨挂着两行类回家 想当然严格的训练 也是成就这支合唱团最主要的原因 每个礼拜定期练唱 朝夕相处 学生时期的团圆里就出现六对夫妻党 大家因为唱歌变成终身伴侣 也没料到几十年后 站在隔壁的同学会在某个领域独领风骚 这次再拿起老旧谱 要唱出他们的故事 大家新闻林秉丹音中 台北报道